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但在这条路上 我们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助 也会有人来求助于我们 帮助他人 无疑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品质之一 然而 当求助于我们的事情 触碰到道德和原则的边界时 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想象一下 一位朋友来到你面前 带着急切的眼神 请求你的帮助 但这项求助 却是建立在损害他人 甚至违反你内心原则的基础上 这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 我们都知道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即便是最聪明的人 也难免会犯错 有时候 一时的小聪明 可能会给自己或他人 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 因此在决定是否帮助他人时 我们需要有所选择 有所筛选 违反原则和公平的忙 是我们绝不应该帮助的 想想看 如果一个朋友为了个人的名利 暗中要求你去攻击他的竞争对手 造谣重伤 这样的行为对你 对他 对整个社会都有什么影响呢 这不仅仅是违反了道德原则 更是一种诈骗和作恶的行为 当你说谎 你剥夺了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 当你诈骗 你夺走了公平的权利 你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为朋友两肋插刀 但实际上 你只是在助长恶行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公 你的行为并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影响 更糟糕的是 一旦你答应了这样的请求 那么下一次 当他再次遇到问题时 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你 因为在他的眼中 你已经成了那个愿意为了朋友 去做不道德行为的人 这样的循环 只会让你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如果事情最终被揭露 后果又会怎样呢 你将很难摆脱其中的责任 真正的朋友 永远不会让你为了他们的利益 而去做出违背道德和原则的事 遇到这样要求你 做出不道德行为的朋友 最好的选择是拒绝 甚至是远离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帮忙而已 每一次的选择 独在塑造住你的人生轨迹和道德底线 在面对道德和原则的考验时 坚守自己的底线 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想一想 当你拒绝了这样的请求 你可能会失去一些所谓的朋友 但同时你也保持了自己的清白 避免了可能的风险和后果 这种坚持 虽然看似艰难 却能让你在长远的人生旅途中走得更远 更稳 我们都渴望成功 都希望在人生的旅途中获得帮助 也乐于主人 但真正的帮助 是基于互相尊重和正义的基础之上的 帮助别人应该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 而不是成为不道德行为的帮凶 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 我们每天都在做着选择 有些选择看似无关紧要 但却可能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当面对道德和原则的抉择时 我们更应该慎重其事 拒绝帮助别人做出违反道德和原则的事 并不代表你不够朋友意思 而是你在维护一个更公正 更美好的社会价值观 这样的选择 会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与你一起前行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我们常常寻求彼此的帮助 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然而 有时我们过于热衷于帮助他人 反而可能不自觉地跨越了某些界限 在帮助朋友时 有一种帮助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那就是大包大揽的帮忙 想象一下 当朋友来到你面前 带着他们的疑惑和挑战 寻求你的建议时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很多人可能会立刻进入解决问题的模式 试图为朋友找到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能够帮助他们做出最好的决定 但这种做法真的对他们有益吗 首先 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独特的 你的解决方案 虽然出于好意 但可能并不适合你的朋友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有其复杂性 你所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你无法全面了解他们的情感状态 过去的经历 以及面对问题时的内在挣扎 此外 当我们尝试为朋友做出重要决定时 我们可能无意中剥夺了他们的自主权 成年人有能力也有责任主宰自己的生活 尊重这一点意味着允许他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上 做出自己的选择 而且过度的帮助可能会导致友谊之间的动力失衡 当一方总是在给予 而另一方总是在接受时 这可能会引起尊重和价值观的问题 你的朋友可能会感到不自在 觉得自己无法以同等的方式回报你 这种不平等可能会种下分歧的种子 最终影响到你们的关系 同时当你总是站在帮助者的位置时 可能会无意中传达出一种信息 即你比朋友更有能力 更有见识 这种优越感即使是无意的 也可能会让朋友感到自卑 他们可能会开始质疑自己的判断力 甚至依赖于你来做出每一个决定 这不仅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不利 也可能对你们的关系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朋友需要帮助时提供支持 又不过多介入呢 关键在于提供支持 而不是解决方案 当朋友面对困难时 最重要的是给予他们一个倾听的耳朵 一个理解的心 有时候人们在寻求帮助时 并不是真的需要 为他们做出决定 他们可能只是需要一个能够倾听他们烦恼的人 一个能让他们感觉被理解和支持的朋友 我们可以鼓励朋友谈谈他们的想法 分享他们对于问题的看法 透过问问题 而不是提供答案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澄清自己的思路 从而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种方法不仅尊重了朋友的独立性 也帮助他们增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 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 但要注意方式方法 分享时可以强调这是你个人的经历 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 这样做既提供了参考的视角 又避免了强加自己观点给朋友的情况 我们的目的是启发他们 而不是指导他们 重要的是 我们要让朋友知道 无论他们做出什么决定 我们都会在他们身边支持他们 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有时比我们提供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更有价值 它能够给予朋友勇气和信心 去面对他们的挑战 并从中学习和成长 记住 真正的有意不是建立在 我们能为朋友做多少事情的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 我们如何在他们需要时给予支持上 我们的角色是做一个支持者 一个倾听者 而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救世主 这种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 才是真正有意与有意的长久发展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繁忙的交叉路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 自己的速度 在这个交叉路口中 有些人行走的更快 似乎总是能够轻松的找到最直接 最有效的路径 他们就像灵性高的人 能够在生活的频谱上更快 更直接的达到目的 但即使是这样的人 在帮助他人时也会有所选择 特别是当这种帮助涉及到成为一个中间人时 为什么灵性高的人往往避免在有太多中间人的情况下提供帮助 首先当你试图在一个信息需要通过多个阶段传递的情况下帮助时 原始的信息往往会是真 就像你在玩耳语游戏时 信息再传递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经常会变得面目全非 这种信息的扭曲不仅会造成混淆 还可能导致解决问题的方案完全偏离轨道 再者 当事情涉及到多个阶层时 沟通的成本和风险自然增加 每一层的增加都像是在沟通河流中增加一道闸门 每道闸门都可能引起水流的变化 使最终的结果难以预测 灵性高的人懂得 简单直接往往是最有效的路径 他们倾向于避免那些会让事情变得复杂的帮助 而当帮助的效果不是立即可见 甚至有可能因为好心做坏事而逆效果时 这种帮助的风险就更加显著 没有人想要在试图提供帮助的过程中 反而造成更多的问题 这不仅会让人感到挫败 还可能伤害到本来就脆弱的人际关系 最危险的是 当事情出了问题时 这种多层次的帮助往往会导致责任的推诿 在一个复杂的沟通链中 每个人都可能试图避免承担责任 导致真正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 原本意图加强的关系 可能会因为误会和指责而受到损害 因此 灵性高的人更倾向于直接帮助他们的朋友 这样他们可以更容易的了解和掌握情况 通过直接参与 他们能够确保帮助是有效的 并且能够及时看到其积极的影响 这种方法不仅更加高效 而且在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方面更加可靠 那么 我们如何将这种灵性高的智慧 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呢 首先 当有人求助于你时 评估一下这项帮助是否会让你成为 一个远离问题核心的中间人 如果是 试着找到一种方式 让你能够更直接的参与 或者帮助对方找到更直接的解决方案 其次认识到不是所有的帮助都值得提供 有时 最好的帮助是让人们自己找到出路 或者指引他们到可以直接提供帮助的人那里 这不仅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 还能够让帮助更加有效率和有针对性 最后 记住沟通的重要性 在你决定帮助之前 确保你充分了解了情况 并且清楚地与所有相关方沟通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误解 并确保你的帮助能够带来最大的正面影响 灵性高的人之所以能够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帮助方式 而且因为他们懂得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沟通和参与 通过学习他们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在提供帮助时变得更加明智和有效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在追求高效率和高品质的生活 但在我们急于证明自己的过程中 有一个常见的陷阱我们经常忽略 那就是过度承诺 尤其是在帮助他人时 想象一下 当一位朋友或同事来求助时 那份急迫感和期待的眼神 使你难以说出拒绝的话 你可能会想 这只是一次帮忙 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为何那些在生活中保持灵性高 能量满满的人 会避免帮助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忙 首先 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极限 是一种成熟和自我意识的表现 这不是说你不够努力或不愿意帮忙 而是关于认知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和局限 当你试图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实 结果往往不如预期 这不仅会影响到你的自信心和声誉 更可能让寻求帮助的人陷入更多的麻烦 这种情况下 好意可能会变成无意间的伤害 再来 设立界限是维护个人精神健康和幸福感的关键 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当我们不断地将其投入到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中时 最终只会让自己筋疲力尽 这种疲惫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工作表现 更重要的是会侵蚀我们的个人时间和家庭生活 学会说不 并不代表你不够乐于助人或不够友善 相反 这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表现 当你礼貌地拒绝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请求时 你不仅保护了自己的福祉 也给了寻求帮助的人一个机会去找到更合适的解决方案 此外 当我们避免承诺无法完成的任务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培养信任和尊重 人们会开始理解和尊重你的专业判断 这对于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当你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时 你不仅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帮助 还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这种专注不仅能提升你的个人品牌 还能在你所在的社群中树立一个积极和专业的形象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